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已经在泰国的第三天了 Sawarika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泰式凉拌海鲜 泰式凉拌海鲜的材料非常简单 首先就一定有我们这个 酸干种味 然后我们有六支的这个柳尾的虾球 过后有三支酥冻的 酥冻已经是处理干净的了 过后我们还有大葱啦 还有一小段的青瓜 然后半粒的番茄 适量的圆茄 然后一粒酸干 再来就是香茅的 我们先处理香茅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香茅 是在这个下面算起 四寸它的味道是最重的 最香的 现在我们要用到一寸而已 尽量把它切到幼幼 拍一拍啦 切到幼幼 切这个香茅呢 我们一定要往这边切的哦 不可以切到太长 因为它的纤维呢 它是这样一直一直去的 如果我们切到太长的话呢 就会导致到我们吃下去啊 好像有那个牙签这样的感觉 OK 够呢 圆细 爱加辣的就自己加辣椒啦 好 番茄 番茄我们给四分之一已经够啦 OK 切片了过后 我们再切给它小块一点 青瓜最好是买到日本青瓜啦 这样我们切成它一片 然后中心我们是不要的 如果我们放中心下去呢 就会导致到它飙碎 切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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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葱 拆一半 然后将它切丝 OK 一样我们这里准备了冰块 然后我们将这个大葱放在冰块这边 过后我们就处理一下树洞 头不用切啦 头很小 我割不了 OK 然后我们拍在一起 切成小段小段的 OK 好 好 这里我们烧开一锅水 然后呢 我们就放点盐下去 那如果你问我 那个鲜度要多鲜啦 像海水这样鲜就适合啦 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 梭洞跟虾的鲜味 因为等下我们过了冷和过后 它的味道越淡一些 所以现在呢 我们是不怕它咸过头的 OK 把熟洞跟虾 同时放下去 然后开大火 这里我们滚它一个二十秒 OK 二十秒啦 马上吸 一滚上来呢 就马上放下去冰水这边 这一个步骤呢可以给我们的海鲜呢 结实起来 吃的时候就更加的爽口 OK 在这里我们捞一捞 给它冷却一下 然后呢把这些冰块拿走 OK 正到了够够冷过后呢 我们就 滤上来 好 我们将海鲜 放下去盘中间 过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酸干冬酱 一 二 三 四 五 一样五汤匙 过后呢我们先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过后呢我们就 加入所有的这个 黑料 再搅拌 进入 再来一个 蒜干 好 一道人见人爱的 泰式凉拌海鲜 完成 那这个味道呢就有一点 类似我们去马来当 那些泰国的马来当啊 是那个Grabu的味道来的 那这道菜大家注意的重点呢就是 首先我们一定要用到我们的 这一个 酸干总酱啦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 海鲜一定不可以熟过 而且当我们飞水的时候 那个水一定要有足够的甜度 不然我们飞到水过后啊 我们再拿去蒸冰水啊 那海鲜就没有味道了 那么第三个重点呢就是 烙之前一定要把它滤干水 不是烙上来那个味道就不足够了 万一味道是不足够的话 可以加点鱼露下去 你们爱吃酸的加酸干 爱吃辣的加点辣椒下去 好 喜欢这道菜的记得帮我点个赞 分享出去 期待你们的功课 我可以回马来西亚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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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